我會出現 各位台灣請節目 我們現在要上課了 我們開始上課 大家請大家起立 各位同心 大家早安 大家好 我今天來跟大家報告說 我們這次九月找事 有30的人去美國辦 在華盛頓開一個酒會加檢記者會的感言 就是說 首先我們先公告2008年的時候 我們台灣民政府是在台北正式成立的 因為我們2008年 美術長帶218的人去美國 後來美國他就放棄抗辯權 就是定義我們個贏的意思 美國會發言要求美國政府單位要幫我們 教我們成立 教台灣人怎麼生在自己的政府 所以在2008年的時候 美國他就開始一步一步跟我們教 他跟我們的領導人 我們現在民政府的領導人林志森博士 他就跟我們說 現在我們控訴這個團體 我們要開始成立台灣民政府 所以我們在2008年 二月七日內 我們就依照美國跟我們教 我們在台北正式 正式成立台灣民政府 然後在2010年4月25年 我們在台北 台灣民政府基盤一個全球代表大會 而且很圓滿的落幕 那時候我們選出第一次的主席就是陳宗某主席 我們那時候全球代表大會 我們當時有農民黨 有民主黨 有共和黨 頂頂有一些團體來參加 當然那是我們台灣自治民政府裡面的成員 跟外面那些民進黨那樣完全不一樣 沒有關係 那時候我們選出來第一次是陳宗某主席 再來 我們又說到 在2010年就是當年 那時候是四月五日舉辦全球代表大會 那當年七月設施 七月設施 七月設施 台灣民政府接受美國華盛頓DC的邀請 在美國華盛頓DC設立辦事處 我等一下 如果有時間我會放我們辦事處的那個 影片給大家看 因為我們這次去美國 我們到美國去的時候 我們有拍一些影片出來 因為我們大家一看都說 我們在那裡設辦事處 那東西是在哪裡 看沒有 所以我們這次去 我們都給他拍一些很詳細的那個影片出來 等一下我 我放給大家看 再來呢 當年 二 這個設施在華盛頓設立辦事處 就是台灣平民政府的那個 焦白掛起來 因為美國 他所有的軍事占領區 都會幫人成立一個平民政府 像伊拉克 在美國占領軍事占領伊拉克的時候 他也在伊拉克有一個平民政府 也是一樣在華盛頓DC 就是華盛頓行政特區 有一個聯邦大樓 他們在那裡 也有一個辦公室 所以我們台灣民政府 依照他美國的管理 也有在那裡設一個辦事處 一樣就是台灣平民政府 一個辦公室在那裡 九月瀉八 美國邀請我們在華盛頓DC 那個 就是美國官方跟台灣民政府共同基盤 一個慶祝的集會 慶祝的集會 這個集會 當時美國的媒體形容說 是送美領以後 台灣人最成功的集會 這就是台灣國際地位 政策化一個很重要的旅程碑 給台灣的未來 真正的前度 記住一絲的希望 在這裡我給大家解釋 那邊的集會 當然是因為我們台灣民政府 有地方好成立 所以一切都沒有很成熟 那時候我們都沒想到 要自己錄影 錄影起來 美國 這是美國官方榜安錄的 那時候 他讓我們 秘書長有幫他做 幾百塊的DVD 那時候我們一些幹部 每個人都要買幾個信 然後我有拿一些來布施給 我們台灣民政府 如果你有想要看 這是美國官方把我們錄的 你如果有想要 想要了解 可以待會兒把志工登記 我們家要50塊 我可以拿過來 保持我們台灣民政府 大家有興趣可以把我們的 賣書的小姐登記 這就是說 因為 再來就是說 在 當年 我們那時候 9月8號辦 那個辦聚會 當年 會11月 我們台灣第一次 法理學院正式成立 那一次 我11月的時候 像 你今天看冷 超四度 大家冷到四度 而且我們剛開始的時候 不是像你們現在來都有問成有什麼 因為 郵先生 建設這種大樓的時候 花了三百多萬 因為這間 這種大樓以前是老人院 老人院都 他們說 現在你們租座的地方是一間一間的房間 兩千 空九年 那時候 美國要求說 台灣民政府想要執政 你也要開始幹部訓練 那秘書長一直在找地方 但是 他要知道 台灣民政府要去做 沒有人要做 我們 後來 政治到阿公 就是 都對秘書長走 一個政治到阿公 幫秘書長 跟財富一個 一個鄭先生 他是一個 高中的老師 他有一個 威先生就是 我們這個地主 他去聽秘書長的演講 聽完他就 跟秘書長 覺得很認同 他就跟秘書長帶來這裡看說 我這段大了 我沒用 我可以保持 我們台灣民政府 去使用 接著秘書長來看說 好是好 房間很多間 但是他都沒有教室 沒有大的空間 他做教室 他跟 游先生 他就毅然接人 就叫港人 把這個房間都講到 他都沒有問 秘書長 他就自己都講講到 你看 這樣有大間 這間高到學可以嗎 秘書長來看一下說 那他這麼有心 沒有大眼也可以 你知道嗎 人家已經花錢了 所以他就 這間 他就開始 鎮修 鎮修的時候 我們知道 我們睡的房間 本來房間 小小的房間 他都房間公開 現在打通報 可以睡得多人 這樣 一下來 就花了三百多萬 那時候我們第一次 很冷 因為經濟很困難 我們來 我們參加那時候第一次 學演七十幾個 每個人都要把他炸睡袋來 因為那時候都沒有錢 可以買棉被 也沒有那個床墊 什麼都沒有 是慢慢的慢慢的 一直 因為慢慢的有人來 就 還債還完了之後 慢慢的他一直建設 一直建設 現在大家來睡 都不用炸棉被 不用炸棉被 不用 所以這樣 現在已經 我們以前比起來 是好很多 我記得那時候 第一次很冷 我跟阿嬌兩個人 睡一間房間 睡袋拿起來 蓋又蓋不燙 媽媽 所有衣服都拿出來 然後 雖然說很辛苦 不過那時候 大家都很高興 因為我們一直在找地方 好不容易有這個地方 可以 讓我們一個根據地 所以那時候 雖然很辛苦 不過大家很高興 創業維艱 所以 現在 我們可以 現在可以訓練到 三千多個人 將近四千個 這要搞 這實在是 老天爺 三個月 三個月 大家都 很多人都沒賺錢 那時候 義工很多人都沒賺錢 現在第一次 很多人還回去拚經濟 還有 接續有新的義工 一直幫忙 所以 大家有機會 你訓練之後 你如果有心 可以跟你的組長 登記公來這裡幫忙做義工 也可以 謝謝 再來 我會說 這裡跟大家解說一項 就是說 什麼叫同心 你們來這裡覺得很奇怪 我們不是叫學員 還是同學 都叫同心 同心 大家一同的 共同的一條心 就是剛開始我們第一次到第七次那時候 也都叫學員各位學員各位學員 後來有一次 我們領導民主黨開會的時候就說 我們大家都說叫學員學員 跟外面一些公司的幹部分類也很一樣 沒有 有分別 就說我們來集思王毅來想一個 說 我們想一個名詞 可以一聽就知道 這是我們台灣民政府的人 後來就大家想想想想 想要說 用同心 大家共同的一條心 這個名詞 這樣就可以分 很容易分別 大家說 介紹這是我們的同心 你就知道 這是來過台灣民政府受訓過的同學 所以那時候 為了七個八個開始 我們開始 改名叫同心 你現在來 你如果去外面有人改歲的時候 你就知道 要怎麼改歲同心的意思 同心 大家共同一條心 這個意思 再來 我跟大家 大家介紹我們第二次 因為那時候 剛才說的是第一次 第一次的九會 再來 第二次九會 第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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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現在 2013年 九月扯六地 日本的 台灣民政府 在華盛頓 四季酒店 跟第一次一樣 都在四季酒店 集成的 九會 和記者會 第一次我們只有九會 第二次我們有記者會 當然 我們有邀請 ABC 電視聯播網 在2002年 專訪美國總統 歐巴馬 那個民主主席 是Gott Schumann 他來現場給我們主持 這天 是大家 本好台灣人 很熱烈慶祝的 匯中的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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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表一個很重要的言說 演講的內容 我等一下跟大家說明 主席 你們現在應該有本一本 這一本就是 我們的主席 那時候 當中 把所有記者跟美國官員 發表一個演說 回去大家要慶祝的時候 這裏面漂亮的 都英文的 大家可以翻譯 好像我們網路裡面有翻譯 大家可以去查看 你看 這 這就是我們去集會 我們去參加集會的時候 我們在美國那個記錠 大家很高興 現在這是第二堆 很高興 然後這是本郎 這是夫人 還有潘信信副主席 這是我們的婦女會總會長 大家很高興 走出我們美國 雷根機場的照片 這就是基錠的時候 要出基錠的時候 我們大家在那合照 我現在跟大家報告一個 我們這次去集會的事情 參加集會 因為 九月切施的時候 本來我們去美國 我們是一定差不多十八的人 來報名結束的時候 記得有三十的人 三十的人 那時候基票 我們就沒辦法一次買那麼多 所以我們分成兩堆 第一堆十八的 第二堆十二的 第一堆是潘信信副主席 他帶第一堆十八的人 我和夫人和潘梁華 和副理會總會長 我們是參加第二堆十二的人 因為我是第二堆 我跟大家報告 我們第二堆一些趣聞 我們這次去美國一些趣聞 我們在 我們九月四號 我才九點 在土門基中兩堆 從此出發到日本的東京 到日本東京的時候 我們就分成兩堆 第一堆 潘信信副主席 帶十八的人 我都坐達美航空工資 坐到美國的抵特律 然後在美國抵特律 然後在美國抵特律 跟抵抵抵抵 到美國的DC雷根機場 然後我們就說 在雷根機場 都不要出去 在海關那裡 那個大廳大家在那裡 待會全部會 會坐的時候 跟這會出海關 這樣 我們第二堆是 由東京 飛到亞特蘭大 美國的亞特蘭大 我們還坐他們的 國內飛機到雷根機場 當我們第二堆 會到九點半 坐到東京的時候 像12點半 12點半 我們就在那等 等到差不多三四點的時候 我們第二堆很順利的 就搭上 十幾點半 雖然 那圍都很小的圍 我比較胖 做得也好 是感覺 要站在那裡 坐在中間 要站在那裡 就搭上去走 但是也很順利 富仁基也很順利的 十二點半 就飛到亞特蘭大 當我們處理到亞特蘭大 海關的大廳的時候 看到一個都說 大廳裡面 拜幾十百人 只要一、兩百人 拜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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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我說慘 富仁基還四十幾分 就要飛了 這排到亞特蘭大 一、兩點鐘 我們飛機已經飛走了 這樣就慘了 我們就趕不上那個 因為我們不知道 下一班飛機 他要讓我們坐 我們是要 這班坐不到 後班的富仁基 不一定有我們的位 不一定有十二位 可以讓我們同時上飛機 他們都空位讓你起床 搞不好又分成好幾批 你起床 這樣就麻煩了 除了四十幾分 大家就很堅定 說 哇 那我們如果沒有趕上怎麼辦 大家 花了那麼多錢 來這裡 如果沒有達成我們的目標 我們目標就是要 基盤集會 減基社會 後來 富仁 他剛才拜託我們第二隊 他就說 快點快點 我們跟我們十二的造型 說 我們十二的來想看 有什麼 集資廣義來想看 有什麼方法 可以讓我們 很快出海關 這樣 快速通關 後來 潘良華 副主席就說 秘書 有拿一個 邀請函 邀請函 他保管 我們一個人保管一項 東西 他就邀請人拿出來 然後 然後 跟富仁說 不然來試試看 用邀請函 還有記票 還有我們台灣民政府的新聞情 我們來跟美國海關溝通一下 看能不能讓我們 有快速通關的方式 然後我們就拜託夫人 他外移能力比較強 他說 不然你去試試看 然後我們試試看這樣 想不到 氣不夠十分鐘 富仁就跟我們握手說 叫我們快點來 他上邊有兩個海關的過台都沒有開 他就跟我們握手說 他要讓我們從這邊這麼快出去 我聽說 夫人怎麼那麼厲害 沒到十分鐘而已 就可以讓我們這樣子 走一個特別的 可以來為我們台灣民政府 再開一個過台 讓我們過這樣 我們十二的就 很快點點從旁邊走 走旁邊的時候 他的海關 他們的美國海關 就給我們看一看 就讓我們很快就過這樣 那邊兩三百六百億看我們 我們台灣都聽不聽 說為什麼這十幾個人 看我們台灣都穿小 都穿得這麼多 然後看我們怎麼 那麼奇怪 可以從旁邊那個櫃台 這樣都不用擺在就過 不過我們做很順利 稍微不用到十分鐘 我們十二的就全部通關完畢 通關完畢 夫人就說 快點喔 稍微十幾分鐘 我們要走到T5 那個幾台那個 那個那個 那個 機場 那個 坐飛機的那個 那個什麼 出口 出口 要T5的出口 我為A要走到T5 我根本就沒看到T5在哪裡 很遠都看不見 驚驚驚 我驚到死去的時候 慘了 腳去轉到就不怕 要拜一下拜一下 我說慘了 這不要走 這叫我用拖 拖到那裡我就拖不夠 我拖到那裡想而已 鄉鄉一個美国的那個 黑人警察給我捏 插一張 我說什麼事情 他說 你要去哪裡 我說我要去T5坐扶人機 他就說 你去坐那個 類似區間車 我不知道說可以坐 我不知道可以坐 可以坐那個 類似人區間車 一站一站 他說你去坐那一站就夠了 我說真的可以 他說可以 我很高興 我拖到在想說 要怎麼走不夠 我萬筆 沒有坐上飛機怎麼辦 我說 不要我一個人拖隊就慘了 後來我就不要走 我就在那等 結果後面還有五位 嚇一跳 我就叫他說 我們台灣民政府不要再走 我們來坐那個 坐那個 一下子就到了 兩三分鐘就夠了 後來我就很順利 十二的都坐著飛機走了 坐著飛機走到那個 飛到那個雷根機場 我們回到雷根機場的時候 我們就跟第一隊聚合 然後大家一起出海關 這就是我們大家在那聚合 在那飛坐 出海關 那時候已經到美國的時候 我七八點 晚上出海關的時候 我晚上七八點了 再來 這就是 這是文法飯店 就是我們出海關之後 我們把那天晚上就去這個 美國這間飯店這裡休息 我們不是在四季飯店休息 我們是在那裡改救場地辦酒費 因為四季飯店的那個 住宿費很貴的 這間差不多代表這邊兩萬 這間同樣五星級 然後這個比較便宜 所以我們 我們所有的人就住在這裡 這是那個飯店的大廳 我們幾位先生在那拍照 我們女生可能還沒有下來 他們先在那拍照 給大家看 這是文法飯店的大廳 隔一天我們就去辦酒費了 很快的 四月就去 台灣四月 在美國應該是四月五號 但是我們台灣 九月四號 在美國是九月六號 在台灣是九月六號 在美國是九月五號 他沒有我們一天 我們在四季酒店 我們去四季酒店進行 他們美國 他們的員工 四季酒店的員工 就是九南的國旗 九南台灣民政委的旗 給他們掛上去 這間我們剛好 我們有同心都要給他們拍到 拍到這個畫面 這是我們的司長 很高興的說 你看 他就給大家看 你看我們台灣民政委的旗 掛上去 然後 大家就很高興 後來就陸陸續續 陸陸續續大家都搞了 就有大家拍照 在頭前那拍照 在酒店前面 他們這酒店 是很歷史悠久的酒店 就是說 美國哪有 擁有的記者會 都在這酒店發表 我們就是 就是 這也是美國教我們 要在這裡發表 那個國際集酒會 在那邊酒會也是一樣 就是這間 然後 美國一些 可能遊客 經過這邊 他就跟我們 跟我們一起拍照 我們到酒會裡面的時候 他在門口那裡 他已經是很久的酒會 所以 你看起來 他不是中風到很大 但是 他是一個重要的 一個 一個 那個 那個 一個 一個 因為美國一個重要的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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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們 因為我們 我們 我們酒會是會到六點開始 所以我們只要兩三 兩三點 兩三點的時候 我們就告會場 這是 酒會的那個 酒會的那個 那個會場 酒會的 會場 這就是一支費 我等一下再說這支費很清楚 這有消息 台灣市民政府 華盛頓 在我們華盛頓辦的一個集會 它說台灣民政府在這裡 一個時間就是6點到9點半 這裡很 把我們台灣民政府的那個文句都寫上去了 那在他們的那個大廳那裡 然後我們很早就去了 那時候都沒有想到要有什麼任何節目 後來我們的高雄組長跟那個周金龍先生 他們都九三桌 他們剛好帶這衣服去 他們就在那想說 如果我們如果有時間 可能有需要節目的時候 他們就在那臨時排演一些臨時的節目 這就是 給大家報告 這就是我們以前很早就去了 所以就大家在那 鄭組長在那彈鋼琴 大家在那臨時 為網路叫那個歌詞 大家在那練唱 主席也很高興 大家在那唱得高興 他們那個飯店的元工 他就在那裡講 將我們的國旗握得很正式 我們社區的國旗都有折痕 他就把我們握得很正式 所以他也很注重我們這次的酒會 然後大家在那裡休息 在那裡閒聊 這是酒店的那個 阿夫人 這位先生就是這次酒會 美國方 美方的那個總策劃人員 他很 因為很早就到了 三四點就到了 他就在那裡跟大家討論說 等一下有哪些人會來 行程 那個程序要怎麼走 這是我們鄭瑞芳 副議長 他就很高興 他自己說 他要去掛 掛我們這個 就是頂的這個頂級 他在那裡說 他在幫忙 要掛他們飯店的員工 大家在那裡到佈置會場 大家在那邊閒聊的畫面 酒會就要開始了 因為都佈置完畢了 這是我們的副主席 這是我們的總會長 那天的一個畫面 我們開始了 我們10點開始 然後我們一些 我們主席 這是我們的主席 政庚縣召主席 我們高燒組的主席 副人 副主席 紀教授 然後我們的高雄組長 我們的貴賓就一個一個來 時間到了 然後我們就在門口沿接他們 然後我們的貴賓 每個貴賓 一個一個就到會場 這位女士 我有跟她打招呼 她是在美國國務院服務的一個員工 對 我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是我們的主席人 就是這次 2016 年底 他們的電台訪問美國歐巴馬主持人 Scratic Human 已經來到貴賓了 這位帥哥 他比較晚來 他比那個總策劃人員還晚來 他很高興 陸陸續續的人一直來了 這兩位就是 我們邀請 就是來賓的時候 在那邊報告的時候 報到的時候 我們請了美國的兩位 應該是 這不是貴賓的員工 這是我們剛才那個策劃人員邀請的 兩位在那裡 也不是正式 就是 就是 就是一個櫃台 他們來的時候 就要向她 我們那個名單 例如在名單裡面 可以進會場 在那裡核對名單裡 兩位先生小姐 然後我們九會就開始了 這是 我們的王州長 來蘭州王州長 他就跟一些美國官員在那 交換名片 這是我們會場 我們所有的成員 跟美國官員在那 大家就在那 交流 交換名片 溝通大家的尋懷意見 好像 這邊 然後 開始了 這是我們的那個 那個美國主持人 他就開始 時間高了 7點開始正式 晚會開始 記者會晚會開始了 再來 曾庚主席 他就在那 發表我們這一篇的 我們這次去的主題 這等一下再跟大家說 這次就是我們九會的一些很簡單的照片 給大家看 你如果要看到最上次 網路裡面 有很詳細的 你可以自己 到我們的官網裡面去 把他拉那個資料出來看 我現在跟大家報告 就是說 我們曾庚主席 他有跟我們說 他說 我們台灣民進府 是長生地 不是不是 那個 上架我 我好像按到那個所見 可以了可以了 不然我要趕快先 沒關係 不然等一下 我先 我先唸那個好了 我們說 台灣民進府是中生 美國本土的台灣 美國軍事政府 美國本土裡面有一個機構 叫做 他叫做美國軍事政府 但是美國軍事政府 有很多很多 很多很多 那個台灣也想 伊拉克 也有他的占領區 所以伊拉克 美國軍事政府 我們台灣是 台灣美國軍事政府 他們真正名稱叫做 台灣 民進府 民進府 這就是 美國軍事政府 他是 軍機局 金山 和平條約 23條的規定 也是 政府者的 占領義務所 設立的一個 諮詢機構 所以我們台灣美國軍政府 是美國 他本土一個政府機構 所以他設的 軟硬體會用 本來就要讓 諮詢美國國方法 他們要綽補 不是他被 諮詢的 本土台灣人去張羅 你看 美國 他諮詢伊拉克的順毛 在伊拉克成立一個 伊拉克平民政府 同樣這個 他來諮詢我們台灣 美國軍事 第二世界大戰後 遷就金山合約 台灣澎湖 玄空割讓 當時 打敗 打敗 日本的美國 所以 我們台灣 是美國 依那個法來講 我們台灣是美國 軍事政府來 諮詢 美國軍事政府 他對伊拉克的順 或是對其他 諮詢國 他都有 白金肥成立 平民政府 幫助那個 平民政府 怎樣去 運作 同樣 他敢給我們 但是 他沒有 目前都沒有掛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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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 也要撥一些金會給我們 讓我們做幹部訓練這個費用 不要我們每次來受訓的成員 都要自己花很多錢來受訓 這樣的話 我們 我們 我們要真正找到人 很難找 我們 所以 你 美國軍事政府 對於這種 軟硬體的設備 本來 你就是有機會 要來幫我們 那為什麼 你到現在 讓我們一家 我們做得很累 從2006年 到美國 一直到現在 我們花太多的錢 很多人 都經濟已經變得 發太多錢 這經濟很困難了 然後你美國 再不伸出援手的話 那我們真的 要再走下去很累 所以 你 我現在是直接說 呼籲美國軍事政府 你要比照伊拉克的模式 來幫助我們台灣拼命政府 然後 我們的主席 他有說到 沒有我等一下說主席 我現在給大家看一下 隔一天 我們酒會開完之後 很成功 那天酒費很成功開完完結算 然後 美方 隔一天 他在他們的洛杉磯 洛杉磯的報索 因為 很多記者 洛杉磯那邊也有報報 記者過來採訪 所以 因為很多報紙就有刊出 我們那天酒會非常成功 那隔一天 我們就 我們就 大家 去參觀 我們在美國的辦公室 這就是我們美國辦公室的大樓外觀 他的那個 剛好那個 門牌編號是1250 我們說1250的大樓 就是美國聯邦大樓 美國聯邦大樓 所有的這段大樓裡面 就是他美國所有的占領區的平民政府 都在這裡要設一個辦事處 這是他的外觀 再來 我們一個裡面 裡面的時候 他有一個會議室 每一道都有一個會議室 如果每一個平民政府 每一國他的平民政府 有需要開會的時候 他可以借用這個會議室 那我們去的時候 我們就借用他的會議室 我們三十個就在那 就在那 討論一些問題 大家新的報告 這是政治到阿公 他現在九十歲了八十十歲了 對民主委員走到現在 那天發表 他就聽說他很開心 他吃了這麼多會 還有他對大家來美國 辦這個聖會 他很開心 第一次他也有去 第一次他也有參加這個九會 第一屆的九會也有他 第二屆的九會也有他 這麼容易 他那時候 兩千塊六年對秘書 秘書長怕 他說他 他很感動秘書長那些 他發表的那個 他的 他的心願 秘書長說要去告美國 這個心願 他那時候老本 欠兩百幾萬的老本 他說他要做秘書長的帳房 帳房 他就記事 秘書長沒錢 他都要付這些去送錢 他那時候他還沒有 他那時候他一點都不心疼 所以我們民政府裡面有很多那種像這樣的人走到現在 要不然 要維持 維持到現在 完全都不靠外利的外面 完全都不把募款 都靠自己 真的 我們這兩百多個人 大家都自己掏腰包 然後 維持到現在 真的很不容易 這真的花很多錢 再來 我們就 這個 我們辦公室裡面 台灣平民政府 我們在那裡掛牌 美利堅聯合國的代表處 我就是要給大家看 因為 那時候我們都在那個 座民看到 我們在那裡設辦事處 我現在就是 立場回來 給大家證明說 我們真的在那個聯邦道路裡面 設一個辦事處這個總控 然後 我們去的30的人 都 陸陸續續 因為那間沒有落大間 每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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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個國家都是一樣 都是小小的一間而已 他主要是一個聯絡處而已 我們都在裡面拍照 留念 這是我們的聯先生 我們的政治局的主任 這個是 司長 這是我和總會長 這是 這陸陸續續 我們30個 這是聯邦 剛才我看的是外面 這是裡面的總控 那天主席很高興 這是我們真根縣召主席 他是日本一個腦科的醫生 他開這間 日本開這間便宜很大間 他是去台灣 讀醫學院後 然後去日本讀醫學博士 跟他留在日本行醫 然後他在日本 滿有名的 去到日本的時候 說到他 很多人都罵他 那天 他就說 不然我們大家 在我們台灣民政府簽名 簽名的時候 做紀念 這個國旗 這張國旗 現在放在我們一樓的 原作的辦公室 旁邊那裡 大家等一下可以去看 這是我們帶回來 大家試一下紀念 這就是我們的外觀 聯邦大樓的外觀 從對面拍過來 聯邦大樓的總控 這 大家在那裡合照 所以很清楚 這是完全 真的 國民黨 或其他政黨 都不可能在那裡設一個平民政府 這是只有林志森博士所領導 各美國家 美國成人的團體 所以他讓我們在那裡設一個平民政府 所以 這個是一種很重要的指標 當初我們只是在那裡說而已 但是我現在 證明給大家看 這是我們這次去的 就是很明正言順的證明 再來我們跟大家解釋 這就是說 台灣民政府是中心在美國本土的台灣 美國軍事政府的一個機構 所以美國本土有一個政府機構 叫做台灣美國軍事軍政府 真正的明正應該是台灣本土的美國民政府 這就是美國軍事政府 是軍紀股金三合約第23條的規定 也是以政府者的佔領 所設立的諮詢機構 所以一台軟硬體 軟硬體是會用 本來就要給尖尼風 美國國風部來酬播 不是被尖尼風的 本土台灣人去張羅 這個大家有請美國 要更慎重我們的 配合我們的呼籲 再來 我跟大家報告就是 我們政根主席在那天發表的 一個很重要的說明 政根主席有說 政根主席後 日本天皇 擁有台灣佔領土的主權 日本政府加有股比台灣軍都會關學款 太平洋政經之後 日本政府放棄台灣軍都會加上關學款 但是 日本天皇 現在日本政府跟日本天皇 並沒有要求放棄台灣軍 都會領土的主權 所以日本天皇的台灣領土的主權 資金是不便的 股金三合平條的也寫得很清楚 在這裡我跟大家解釋 他說 在馬官條約就是 18 1895年那時候 日本 台日本帝國 跟台青條帝國 建進 這裡有戰爭 清條建輸 建輸的時候 他就簽馬關條約 馬關條約裡面 剛開始的時候 他有寫到 他有寫到 清條 大清大皇帝 將奉天 台灣 擱讓給 台日本 台風帝 他 他下次 這個 條約順 蘇聯 跟英國 有跳出來抗議 他說 你奉天 就是我們說的 現在東北三省 你奉天是你清條的國土 美國國法跟國政法跟國政法 你不能擱讓 所以 有人抗議 所以 日本 他就說好 他要 日本 天皇他要 他也要 明治維新 他也要照國政法來走 所以他就說好 我就奉天 我就行李 但是清條 他有用很多黃金 替回來 然後 有賠償很多黃金 所以 但是他為什麼 他沒說就 跟台灣 我們為什麼 就是說 奉天 他不能擱讓 但是澎湖台灣 為什麼可以擱讓 因為 奉天是清條的國土 他國政法 他不能擱讓 但是 台灣跟澎湖 那時候是叫做 清條的擴殖地 比殖民地還要多一支 擴殖地 而且他清條 他那時候 開發台灣的西班部而已 東半部是那個援助 我們現在說 高山族擱領 所以 他說 他說他整個台灣都 擱給日本 高山族 他當然也 他當然也是抗議 他說 這我的國家 這我的 這我的領土 你沒台沒錢 我自己也沒關係 你把我打書 然後把我的土地都擱給人 所以那時候 日本 他要來擱領台灣的時候 他也很辛苦 那時候 跟高山族 發生很多戰爭 也蠻辛苦的 後來呢 他經過幾年之後 他就有辦法 全部政府 政府之後 就開始黃明化 1937年 他就黃明化 日本皇帝 就在台灣 開始施行黃明化 就開始教台灣一些 語言 一些文化的改革 他慢慢的慢慢的 1945年 1945年 他死去找他了 那時候就是 第二變的世界大戰 這要繼續的 後面當中 天空 他發的 發表一個造書 他說 他要將台灣和平 化入他們 日本南部 南部國土的延伸 這個造書 那時候 我們剛才那個 這個盤搶師衣服 很清楚 讓大家看 我這裡 讓大家看 這份造書 在這裡 他秘書長 好不容易 去抓到 這個造書的畫面 當然 只是一座上的作業 大家看不 秘書長說 跟我們一些志工 參加 我們可以把這件 變成實體的東西 讓大家看 所以我們就 我們就 一些志工 第一次的志工 因為 我們就說 日本人來 我們送他這份造書 讓他說 你當初日本 你有曾經 發表這個造書 你現在 不要借台灣和平衡 忘記 你不要忘記 台灣澎湖是日本 的殘餘領土 所以 近年 很多日本人來 拜訪我們台灣民政府 秘書長 每個人都送他一份造書 要提醒他們日本人 但是這件東西 本來是都沒有 抓上的東西 我們 我們就想辦法去打瓣 發瓣 發瓣 三萬塊 先去打瓣 再去想辦法叫人 刺繡 那字體 完全一模一樣 跟日本天皇寫的字體 就是 教會完全 電腦這樣刺繡下來 所以很 這件東西 本來是沒有的東西 要把它變成有的東西 很辛苦 那時候 我只做五十份 五十份 左右 送送送 送到存不幾份 好像現在存一份 如果大家有 幸福的人 想要 你有可能要跟他改稅 你要拿一個證明 就是你要拿這個造書給他看 你可以先跟我們的志工登記 我們現在有去 我們阿嬌小姐 我們阿嬌大姐 那是他 他去做 他買多錢 我買五萬塊 所以他現在繼續在 有想 還要做五十份 如果有需要的人 可以先登記 阿嬌小姐 現在就是說 這個造書給大家看 你有辦法跟他改稅嗎 阿嬌 台灣朋友是日本的清條擴置地 實施就是發 1945年 四月初 我們發表這個造書後 台灣就正式 變成日本的國土 阿嬌 但是1945年 八月十五 他日本兩顆造型 造了他跟他投降 八月十五是他的投降日 雖然只有四個月 阿中華民國都沒有跟他們說 我們可能大家都不知道 你今天來這裡知道說 日本天王曾經有發布這個造書 但是中華民國從來沒告訴我們 現在我有大家看 然後他雖然八月十五投降 但是這個時候 我們經過這四個月 全世界各國都沒有人提出意義 所以我們就正式成為日本的國土 這是沒有辦法改變的事實 這就是究竟三合約也很清楚跟我們說 這裡有說 我們台灣是日本天王的領土 資金不變 就是因為有這份造書 所以可以證明 再來就是說 美國國務院在兩千曠四年所釋出 有關美中關係正常化解密資料裡面 他有跟我們說 美國國務院在兩千曠四年的順 所釋出的美中關係正常化過程解密資料裡面 有把我們披露的東西 尼克森跟季星級 確實有意圖要出賣台灣 中華民國共 中華人民共和國 但是他很幸運 日本他就以到 舊金山和平條約 第二條的規定 他說 日本政府雖然放棄台灣的官學款 但是台灣領土不是祖恩愛和季星級 所無知認知的無主帝 因為我們日本天王有發那個造書 所以我們不是無主帝 我們的主人是日本天王 不是可以讓人生將心贏 那個關節還是行 單獨還是聯合過分 分別來證明 政治選擇主權的一個土地 所以我們台灣目前不是有主帝 我們的主人 是日本天王 作恩來跟季星級一人的人 是忽視了日本 已經在1945年四月設立 還有在戰爛的時候 將台灣編入 以神聖不可分割的 法定領土的這個屬性 在萬國國法的成果裡面 日本天王跟日本政府 已經是受到天父不可移轉的 主權義務所苦塑 因此從台灣當作無主帝來處理 是無具有正當性的 相反的台灣將來 不是中國的法定領土 所以法理上 並沒有規返中國的必然性 舊金山合約簽的時候 1955 1952年簽舊金山合約的時候 美國跟48個國家簽 但是那時候 中國他分裂 他那時候有 中華人民共和國跟中華民國 他們都說他們是代表中國 所以因為很紛亂 他們沒有參加 舊金山合約的簽約 所以他根本沒有對 對台灣沒有 不可能有任何的主張 所以他在法理上 中國 中國 就是台灣沒有規返中國的必然性跟正當性 另外 政根主席議員還說 美國總統按照國際法 應該讓台灣跟流球 台灣人跟當年的流球人民一樣 零有人名的履行證券 給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 流氓在台灣的中國人 他的配偶和他的驚訝 中華民國國際法 和世界人民的選項第15條 每個人有擁有一個國籍的權利 這個原則 他只能選中華民國國籍 但是對於本好台灣人議員的 給中國強迫在1946年1月12號 集體幾個中華民國國籍 是台灣人的無奈跟不得意的選項 因為我們本好台灣人 照顧國際法 因為第二世界大戰戰後 麥克阿蘇派蔣介石集團 就是蔣介石元帥 他是代表盟軍來佔領台灣跟澎湖 佔領台灣跟澎湖 他不可以跟澎湖的國籍 還不可以 就是 不可以占領 軍事占領不可以選主權 剛才工師有跟我們說 但是他既然 對我們阿公跟阿嬤 他都沒有依照國際法 讓我們阿公跟阿嬤說 你可以選 兩年內可以選一個國籍的這個權利 他都沒有 集體像我們 隔一年 你看1946年 1945年 8月15號 天宏投降 1946年他來占領的時候 這月11日他就總共規劃成 中華民國國籍 不然我們台灣有兩年的選擇 的機會 所以是我們台灣人 不得意 真正的 真不耐到不得意的選擇 因為 中國人是 台灣領土的 占領方 他是管理當局 就是中華民國 而且是 而且 目前已經沒有國籍的本土台灣人 是 比較多 在法理上的本土台灣人 無可妥協 他 而且 無可選擇 因為我們 基本上都沒有選擇 沒有選擇機會 中國跟本土台灣人 國籍的 狀況 是不能分為一攤的 本土台灣人 在台灣地位政策法的道路上 六十八年來 都去中國政府 強迫執行 語言和合同的商品 是 在占領後的無助人民 在占領後的無助人民 他並沒有參與 跟被佔領的立場 因為 當時內 那個 我們台灣 被懸空割讓 懸空割讓的時候 台灣變成無國籍 無國籍的時候 他來占領台灣的時候 他不可以 把我們台灣增兵 以戰爭法來說 他不能在台灣裡面增兵 也不可以把我們 我們的國籍全部改變 所以他現在發的新聞 都叫做國民 不是公民 因為他只是管理當局 軍事佔領台灣 所以你看 蔣介石 他每次出現在電視上 他都請軍服 他就說他是軍事佔領台灣 他怎麼不要請西中 這都是有意義的 這是他 我們完全不知道 因為沒有人教我們 我們的阿公阿嬤 那時候 可能也是沒有 真的要國際法 或是戰爭法 也沒有很多 所以完全不知道 你想清朝 他馬關條的時候 他有給他 日本有給台灣人 兩年選擇 說你要留在台灣 做日本台灣人 還是要回去中國 聽說當初有幾千個人 他選擇要回去中國 所以他們就回去 留在台灣 就全部規劃為日本台灣人 但是中華民國 他並沒有這樣子做 他沒有依照國際戰爭法 來 這樣給我們的祖先 有選這個機會 所以那時候 全部被規劃為日本 規劃為中華民國國 也是我們祖先 很無奈的事情 而且 六十八年來 蔣介石集團 占領台灣六十八年 六十八年來 他都跟我們 讓我們說 我們不能說台灣話 不能講謊言 跟他們說 他們所謂的國語 國語就是現在說的 普通話 還是北京話 他就跟我們施行 語言跟血統的消滅 這是一種文化的一個消滅 文化消滅的時候 我們都台灣人 都不知道我們本來 真正想是什麼 真可憐的事情 現在就 我就要大家記一下 例例 在國際上的國際法理上 有一個例 流亡在印度的達蘭沙拉 的西中流亡政府 就是達賴媽 帶二、三十萬人 流亡到那個印度去 住在印度的達蘭沙拉 是一個很娃 娃中國那邊的 靠近喜馬拉雅山那邊 一個山頂 西藏流亡政府 在那個地方 他不能參與 印度的政治 一樣的道理 本土台灣人 當選流亡政權 總統的時候 讓蓮前先生 稱為竊國 就是這個道理 當時中國的 殖民政權在台灣 美國軍事政府 解除他對台灣的 而回歸成中國 流亡政府之後 當然也是 好以參與 台灣政治的立場 未來台灣的政治 體制內 不會存在流亡 中國人參與的空間 所以沒有所謂 代表人 這個問題 我跟大家記住 達賴媽 他帶那些人流亡 在印度 他們是30萬 他們也有 國會代表 也有議員 也有總理 我們這次 我們去年 八月 有去拜訪 有50個人 台灣民政策 有50個代表 到達蘭沙拉 他們剛好就是 三年四年有一次他們的議會 我們去參觀他們的開幕典禮 他有邀請我們過去 我們去 我們有到 印度達蘭沙拉那邊 真的很遙遠的地方 然後我們 我們那個例就是 達蘭沙拉 他們自己選舉的時候 也是他們30萬人自己選而已 選他們的議員 他們的總理 他們有參與 因為印度人 也沒有參與他們的選舉 對不對 一樣的倒立 印度他們自己 這方面 他們自己也有選他的議員 他們的總理 也有選他們的什麼市長 達蘭沙拉 就是達蘭沙拉 所率領的那些流亡人民 他們有去參加他們印度的選舉 沒有啊 他們就是分成兩種 他們個人各選各的 一樣這個例子 來放在我們台灣 蔣介石集團 帶了60萬台軍來 跟我們台灣的時候 真奇怪 我們台灣人 600萬人去參與 他們60萬人的選舉 他們選他們 我們選我們的 照說是要學印度這樣 我們600萬人選我們自己的 他要把我們成立一個 平民政府 我們選我們自己的 然後他們選他們的 但是為什麼我們台灣人紀念 去參與他們60萬個人的 60萬人的 我現在說的是 以1945年那個人口 我們600萬人去參加 他們60萬人的選舉 這個很奇怪 但是台灣人紀念自己都不知道 還選得很開心 為什麼 因為他就是把我們進行 那個 語言跟 那個 語言跟那個血統的消滅 他以為說 我們現在台灣人 已經光復了 台灣光復了 變成中國人 他以為我們是中國人 中國人 所以齁 大家都寄到洗腦 都不知道 這是被佔領方 被佔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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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來 荷蘭 再來 鄭成功 再來 清調 清調 之後再來 日本 現在還在美國占領 台灣曾經 到現在有 七個國家來 我們占領過 台灣人將來 不必有自己 自己有國家過 自己有政治 自己管理自己過 所以我們現在 去美國 就是要跟美國要求說 你要幫助我們台灣人 怎麼管自己 成立我們自己的政府 所以台灣平民政府 是台灣人 本土台灣人 第一邊 自己成立一個政府 這是很無用 他四百年來的 因為當時 我都不知道 秘書長 他這個理論 我也很奇怪 說我們就 中華民國 蓋上他的選舉 還有總統 阿扁也選到 為什麼我們不能 擁有台灣的主權 結果秘書長 他一直在跟我們解釋 我們總算聽懂了 各位 你今天來這裡 上三天的課 你有了解嗎 你有辦法回去跟大家說嗎 本土台灣跟中華民國 是完全不同的兩個體制 你用印度 達蘭沙拉 他這個 放在我們台灣 就很清楚了 對不對 因為我們為什麼會不清楚 就是六十八年來 他都跟我們 一直錯誤的教育 你看我們剛開始去 去郵寄宴還是 國小一年級 就說你要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怎樣怎樣 都說中國人 然後 剛開始的時候 我還記得我那時候 學小學的時候 每天 升起典禮就要發 緩公大陸 解救大陸同胞 然後做一個什麼中國人 然後 他發發到 國中 結果現在 既然馬英九他們的集團 既然 最親共的既然是 麥英九如果放在 蔣介石那個時代 那個時代他是一個 叛徒 想不到他 既然背叛他最尊敬的 所謂的蔣介石 蔣同統 所以 他那時候 馬英九是 蔣介石那個時代 他是要讓他判死性的 那時候台灣人很多 莫名其妙 去規劃為共產黨 去用 稱讚的很多 那現在馬英九 為什麼都沒有事情 還去簽X法 那如果蔣介石那個 那個政政國還是 蔣總統那個時代 他們的所謂 中華民國蔣總統那個時代 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那時候我也是不可思議說 你那時候跟我們說共產黨 是最恐怖的一個集團 那現在你既然說他是 最好的 最好的 朋友 覺得有點 人格分裂 以前的教育到現在 完全都不一樣 是不是 大家都已經 已經 思想錯誤了 不知道要怎麼遵循 所以 這就是 證明說 他把我們騙的一個地方 因為當初 他 贊了台灣的時候 我們阿公阿嬤 都當初 弄債 去把我們管理 四萬元一塊 所有的台灣人變成軍品 鋼 平散 大家都平散 那時候 所有 你賺的錢 基本 現在 像我們六百老母 那時候 我已經說 要吃一個米 米都給他們 蒸熟去 要吃一個米 米說 要躺在 躺在肩膀裡面 這個 那些 那個 什麼罐子 唱在肩膀 讓他們來 要笑笑 好不容易 才可以吃到 那些米 做的 按摩 自己整米 自己沒辦法吃 只可以吃韓子簽 全世界也沒辦法 但是 台灣人 那時候 從虐待 跟這個 庭道 紀念 都不敢說 我們現代人 知道以前 我們阿公阿嬤過得那麼辛苦 沒有幾個知道 那時候 阿扁那時候 做總統之後 我老婆跟他們說 我知道 喔 原來 我阿公阿嬤老婆做路仔 做幾十年 我 我們 我們也是 在國民黨標準的洗腦下 長大的小孩 後來 我們老婆 在 差不多兩千曠百年 他跟他們說 兩千曠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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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他們說 在這邊 選了狀況 可能台灣人的天下 他跟他們說 實際的狀況 那時候我才知道 那個 我們父母親 被虐待的那種狀況 兩千年 那時候 選了狀況 還不敢說 兩千年選了狀況 還不敢跟他們說 兩千曠百年 跟他們說 他 那時候很可憐的一面 所以 我們一直在當奴才 還不曉得 你看 馬英九 求王金平 像馬英九 對王金平那一種方式 大家都電視 現代都看得很清楚 王金平還忍耐 我只能說 他喝奶茶看都沒有 這可以證明說 中國人看不去台灣人的地方 現代可以證明 更何況以前 以前更可憐 我們台灣人更可憐 我們台灣人更可憐 我們再來說一下 同樣這個杜利 那時候 那時候 當選劉榮政府的總統的時候 連前他有說 你是切果 切果 我搞不清楚 不然是 我們的秘書長 秘書長 林志森博士跟我們說 他有跟我們解釋很多範圍 我跟 真的說 真的 看得出來 很多那個 舉很多例子給我們看 我跟他看 我跟他說 我們那時候叫做切果 我們不再不一次 跟 中華民國去選總統的時候 選什麼意思 所以 他因為 那個 就是 X法簽 中華民國跟共產黨 簽X法之後 他就 沒有內戰的問題 當然 他中華民國就要回去他們中國了 所以他就沒有參與我們台灣政治的立場 還有就是台灣本土人 他平民 我們成立一個台灣平民政府 我們台灣政府 我們選我們自己的 中華民國選他們的 所以 他們中華民國舉辦的任何選舉 我們不要去參與 我們 阿改也會基盤自己的選舉 所以 我們的選舉 他中國人就沒有參與的空間 然後我 下面我再跟大家解釋 世界上流亡在台灣的中國人 在國共和解之後 他就要隨著 國共和解之間和平的協議 的層面也加大或減小 最好 他的算是他在台灣流亡的正當性 還有一個例子 日韓 日本跟韓國 日本真正在韓國 他為韓國 有移民一些去日本的在日朝鮮人 他在今天 他依法 正式規劃為日本之前 他沒辦法相有參政權 所以他是在日本一個特別擁住者 他沒辦法主動規劃為日本人 國籍的認定 法例 他占領全國 美國 他是屬體主義 他不可以 他在法例 他不可以 抵觸到 占領全國 是屬體主義的 日本國 他是主權國 是日本 在台灣之後 他還要 目前還沒有台灣國際法 因為 並沒有人 法律或主義 可以遵循 如同流亡在印度的世上 他不是印度人 黨款流亡在台灣的中國人 他也不是台灣人 台灣民進府未來的大政治工程 就是台灣住民的法例認定 而且 為法理是尊是不二法門 要知道 國籍的認定是 是 純屬法理 沒有那個感情的問題 本處的集會 台灣民進府 可以 從台灣民進府發行的台灣身份證 發發 台灣群島 這是我們對他的那一種 我們這次發表 我們這次去 對他們開酒會最大的目標 就是說 我們要求美國要 比照 流球的模式 發發給我們 履行證件 因為你當初 你當初美國占領 占領留球的時候 因為留球也 就要跟大家解釋一下 麥克阿蘇在 舊金戰合約之後 他 有軍事佔領日本 可能大家也不太了解 不知道 我也是來 這上個比較知道 麥克阿蘇 他的憲法裡面 他的管轄區內 只有北海道 四國九州跟 本州四國跟九州四的島 這是現在小日本的憲法 所以安倍晉三 他當時 他真的要去蘇聯 跟他討北方四島 蘇聯的總統普丁 就說 北方四島 不是你日本政府 可以幫我討 他說 為什麼不可以 安倍晉三 那時候 他可能不先 把國際法跟戰爭法 研究清楚 他就說 你再回去討論 你再回去研究 國際法和戰爭法 之後再告訴我 安倍晉三 最後就派他的秘書 來找我們的秘書長 秘書長 就從頭到尾 跟他的助理上過課 原來安倍晉三跟法蘭大陸 原來 他現在叫做小日本 小日本 他的憲法裡面 他的管轄區只有四個島 基本就不可能去討 北方四島 台灣朋友 所以安倍晉三 當選為中立之後 他第一件事 他就是修改他們 日本的憲法 聽說 可能是十二月十五號左右 他就修改成功 當然 他現在所謂的 他不是帝國主義 所以他要選 他要改他的憲法 不像那個麥克阿說 可以那麼快 他軍事佔領 要改憲法 就是 元帥只要一聲令下 馬上就修改了 完全沒有其他的那個異議分子 現在他所謂的民族 所以他有左派右派 他要修改憲法 不像以前太年輕 他已經修改好幾個月了 聽說到十二月十五號 他修改成功了 修改憲法成功了 他可能就要先會憲 會憲 會憲後 會復為大日本帝國 後 他有主席去討北方四島 還有台灣朋友 政府 我們也其他他可以很快修改成功 我們台灣的未來 還有這個監督 我們台灣民政府 要成功 也要他們成功 我們才有辦法 趕快實現我們的那個 我們的理想 我們要創造一個新的台灣 你看現在 國民黨 關閃閃閃的台灣 很可憐 你看 我們我們的那個什麼 帝安 什麼都沒有辦法關閃 我們台灣民政府 每天起來的時候 秘書人說 只有兩條 第一個 做官的 財務為了他死刑 所以 各位同心 每天你如果有機會 成為我們台灣 政府 裡面的 官員的話 絕對沒有財務 為他死刑 再來 犯罪 鞭刑 現在犯罪都不怕 冠冠就出來 日米冠出來越大 罪 犯的罪越來越大 監獄都冠不夠 交到一間一間一間開 那麼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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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沒有在冠的人 沒有辦法 就是 不夠 不夠那個 不夠那個 犯人 那個 官犯人 所以後來基本都不用 跟監獄 可以翻槍 鞭刑就好了 你又敢犯罪嗎 你看 現在路來民紀念 有人開車 看路人 看路人 不開心 就砍了 好可怕 你在路 不能想我回去 想我回去 是很危險的事情 後來民進府起來的時候 變成 我們要 可能一段時間 會先戒嚴 戒嚴就不是 現在可以隨隨便便 你敢怎樣就怎樣了 對吧 所以我們 一定要趕快 要結束 現在惡夢 只有我們台灣民政府 成功之後 我們才可以改變 現在這麼可怕的 這種一面 你看 他們 中華民國 貪汙 現在想那個 食油 食品方面 你看 既然 那個 大間公司 他 沒什麼罪 他 他 只給他罰一些錢 然後 這樣就可以 逃過 這種 他的錯誤 你看 那個 油給大家吃吃了 很多癌症一大堆 那時候 我們台灣人 既然 這樣 和食物 都很危險 所以 這個衛生 方面 食品方面 就是未來 我們的 食品 關門 要很嚴格去控管 現在時間要夠 我給大家說到這裡 沒辦法 這就是我們酒會那時候 的狀況 這 盛況 這 多少 沒有 好像已經可以了 OK 那麼大家 我們 我們講課 講到這邊 然後如果 下一次有機會 我們再繼續 謝謝 各位好 請客 學科學問十分鐘 請問一下 我們可以 請你 提供 開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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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